Hello 大家好 聖誕節前夕 今天我去到澳門中區一帶行下 先去八百半百貨公司 外面都不少人流 有點節日氣氛 走入地下大堂賣化妝品的專櫃 都算好多人 基本上都是拖著行李箱的大陸遊客 難得多旺場 好久都未見過 之後一定要噴水池看看 一棵非常有特色的聖誕樹 各種裝飾品 搭配著歐式建築 非常有聖誕氣氛 見到不少遊客在拍照 巨機吸引不少大陸遊客買東西 當然由於今年疫情影響 影響到部分澳門居民無法出外旅遊 而留在澳門消費 所以見到有不少本地人 一路走上去板像堂 人流比平常多了 店舖多了人買東西 連賣小食的小巷也多了大陸遊客吃東西 有內地遊客說 今天從拱北過關到澳門 需要大約半小時左右 通關人流不太多 又認為澳門旅遊局的優惠計劃比較吸引 所以選擇來澳門玩 有中區商會負責人說 大三巴和官也街的人流在東至至現在的假期明顯增加了 商戶生意有兩至三成的增長 不過與去年同期仍然有大段距離 有見近日旅客和人流回升 商戶對於農曆新年的生意抱有期望 但就憂慮英國疫情和內地零星個案觸發新一輪入境防控政策 對旅遊業災造成打擊 所以存在憂慮 希望政府明確新的入境防控政策 減低商戶的憂慮 同時讓商戶可以及時部署 商戶同時希望政府在適當時推出第三輪消費卡 找經濟補助業 英國出現變種新冠肺炎病毒 澳門政府為加強檢疫 宣布從21日晚10時起 將香港和外國等地區入境者的隔離醫學觀察 由14日增至21日 時隔一日政府再出招規定所有入境前 21日內曾經度過中國以外國家地區的內地 香港和台灣地區居民禁止進入澳門 早前有券商發表報告 估計在新一波疫情下 內地對福辦自助赴澳旅遊簽註變得審慎 不過仍維持今月的賭收預測至65億澳門元 按年跌72% 受澳門收緊入境防控措施的影響 賭場生意肯定受到一定影響 真是不知影響有多大 好了這集就講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 按鈴鐺就會即時收到新影片通知 下次見 拜拜